佛多的基层人黎琳向大家确认 节几天在隆中的牧领活动上 要宣讲基督式道路真理与生命的信仰 以推动我们之间在世上建设天主的王国 并劝勉青年与基督个别的相遇 在他内砸根 甘愿成为他忠实的门徒 带出有力的见证 以上是教宗到达马德里 在西班牙皇室与某些高层见面时所讲的话 教宗阐明他探访的目的是要告诉青年 基督在他们身边是道路的明灯 理性的希望 并在崇高的理想前 不用却步 这样来推动他们慷慨地建设一个充满人性尊严 和真正守足情谊的社会 即使有困难 面对紧张局面 缺乏宗教自由或担心工作与社会等问题 也要急切帮助青年见证他们的信仰 帮助他们做出生命的真正抉择 你们在上主前不要感到羞愧 他已毫无保留 与我们打成一片体验我们的焦虑 并奉献给天主借齿来救赎我们 咱们